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请跟着老师看到104年指考非选择题一 题目是 在利用探针测量两电极间等电位线与电场分布时 所需的器材如图A所示 其中的测试盘具有导电性 是回答或完成下列各问题 问题一 在测量等位线时 需将上列各器材以导线连接 画出一种连接器材的方式 并标示出探针位置的示意图 各位同学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要如何画出第一题的示意图呢 作答要点一 电源要连接两电极 作答要点二 两探针放在测试盘上 作答要点三 P1 P2两探针需在减流剂两侧 当各位同学都按照以上三个要点完成了之后 就可以完成我们第一题要求的探针位置的示意图 参考解答如画面所示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题 在线路连接完成后 等电位线 各位同学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要在空格当中填入什么讯息呢 参考解答 移动P2以时减流剂读数为零 然后记录P2的位置 再移动P2记录下所有可使减流剂读数为零的位置 并将这些位置连线 接下来第三题 若器材连接如图B所示 两电级分别为一正一副 请在答案卷做图区 先复制出正副电级与夹一丙钉四点的位置 然后分别画出通过夹一丙钉四点的等电位线 一小段即可 即电力线需标示方向 作答要点一 画出通过夹一丙钉四个点的等电位线后 取一小段 各位同学要注意 等电位线为没有箭头的实线 接着作答要点二 以等电位线推求夹一丙钉四个点之一小段电力线 各位同学要注意 电力线为带有箭头的实线 箭头为电力线方向 与等位线垂直 同学要テスト政筹 gloves